超血和朗读禁思语 是79岁的林春福 每天沉间心灵运动 罹患青光眼 听力剩20% 林春福一度自我封闭 他一直讲 他身体不舒服 好像生命好像已经到了 他在我家的时候 看到我们就抱着哭 就是又一针很严重 我们真的是带着看很多医生 就没有束手无策 整个人也不要动 每天希望就是躺着 最好不要起来 女儿灵机一动 重新点燃他的生命之光 我就是跟爸爸讲 你看圣经要感恩 逆经要善解 唯一的就想到要怎么解决 就是用到禁思语给他操 就是鼓励他读禁思语 因为有发音他身体才会比较健康 为求是世界众痛的医院 爱的表现 这些人很困难 人来看 心里很清 没有人 没有心 没有心 像这个 这个死 人才有精神 精神有所寄托 忧郁症逐渐远离 人与人也更为接近 每天写的这个禁止语 除了我们儿女 还有儿子女或者朋友 都会讲 叔叔我们都受医疗 叔叔他也很开心 每天说好话固然重要 但家人的陪伴和鼓励 对林春福来说 是更好的灵丹妙药 大爱新闻谢九龄 陈艺展 叶秀文 马来西亚报道